250是订阅的大回馈 一桩当然要特别的不一样呢 今天我们要来说说的就是 250我们的片头该选择哪一样呢 嗨我是鱼之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如果你今天是新同学还没订阅的话 赶快点击下方的订阅钮订阅 我的频道那旁边的铃铛 不要忘了才可以及时接收到我最新的讯息 那我们今天要来讲讲的是什么呢 可以250订阅咯 之前有人提出QA 可是好像没有收到任何的QA的问题 那么我刚好在做片头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决定来了 250订阅来选一下我们之后的片头 要是用什么样的哪一个方案呢 那顺便cosplay一下 其实这是一只兔女郎的造型 可是就像大家看的 我的兔耳朵不见了 所以大概就只有上一的部分 跟这个Juju而已 那OK 那就是今天的 嗯 就只有今天250订阅的cosplay 虽然不是cosplay很多 OK 但是至少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先来去看看250订阅的片头要选择哪一项呢 它每一个都有十几秒 所以我大概只会弄几秒钟的时间 所以我大概把会十几秒那个切成一半 顺挺是喜欢第一版本的A部分或是第一版本的B部分 那么第二版本也是有A部分跟B部分 那么就是这样子大家来去选选看 我们片头用怎样会比较好呢 OK 好那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片头第一部分A段 第一部分B段 第二部分A段 第二部分B段 嗨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来 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四段的影片 那请大家来挑选一下我们的片头要用什么 请在下方留言跟我讲 也可以到我的粉丝团来跟我互动也OK 粉丝团的部分有完整版的可以去看一下哦 那么今天就这样子啦 影片结束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给我一个大大的喜欢 并且分享给你的朋友 以及社群网站 那我是每天礼拜一到礼拜五 六点三十分准时发片 同时你可以关注一下我的A不B的粉丝团 跟我的虾皮小铺 那我的社群网站的账号都会在下方哦 你可以点击来看看 那今天就这样 我们看我们下次用怎样的影片来记录生活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So 你 你 好